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乐福的最表态 我是凡凡 hello大家好 我是慕斯 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 我们还先从Roots Check开始吧 我今天带了一枚Dayjust 41这个钻客的 我今天带的是一块蓝色的FreeKX雅典 凡凡的最爱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Costco 是一个wholesale的大卖场 那么我在电视上看到说 这家原来它有卖手表 我们今天大家来看一下Costco 有些什么样的手表可以给我们选择 一探究竟 走吧 那Costco它的卖表的部分 是在那个电器的后面 就是卖电视机的后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Costco My手表的部分 其实这里有一些款式呢 还真的是非常不错 像这种卡修啊 对吧 然后149、199都还是性价比蛮高的 现在汇率是1比4.7 算下来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几百个几人民币而已 我觉得还是值得入手的 那这边呢就相对稍微高端一点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里有一些时装表 像这个是Ducati 我们来看一下 样子是挺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不太适合我们这些玩表的人 对不对 凡凡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价格好像不是很有性价比啊 那这个时装表嘛 对吧 这里呢有一个 我们来过来看一下 有一个ORUS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可以了 就是ORUS的AD的话 可能也就是这个价格 这已经是有点折够的价格了 我们来看一下 对 然后呢 这里 哎 来这里 来这里 这里有Omega 但是你看这里是以星座 这个星座 对吧 然后以这个星座跟蝶飞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都其实都是Omega比较没人要的款式 而且它价格是绝对偏贵的 对 这个浪琴也很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块浪琴 对 599 看到没有 5999 所以说其实呢就是我觉得Costco的手表价格并不是非常的划算 其实 可能你看像这个 像这个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 好贵啊 看到没有 2万多的C Master 想要十几万了 13万人民币 有点贵了 对 像这样的价位呢 我觉得买这个Costco买是不划算的 但如果他想入卡修的话呢 其实Costco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边还有一些女表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 那女表的选择呢明显比男表在稍微多一点点 我觉得价位呢也还行吧 你觉得呢贵吗 我觉得价这个价格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一些款式 对 也没什么人要感觉好像 价位倒是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这个还行 这个DKNY的钱包 我觉得这个价位 推荐给大家 我们现在拍表的 我们现在拍表的 好看看 还行啊 但是这种就很实装 没有什么性价比的感觉 雅玛尼为主 雅玛尼和气铁城为主 那边会有一些比较高端的 有浪琴还有Omega 对啊 我记得看介绍说之前还有一些劳力士的款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次是没有遇到 对 这里有块 这里有块 这是哪个 这是星座 这是那个星座带钻 而且这款是石鹰的 这款石鹰的吗 对这款是石鹰的 带钻的 贝母盘 大概就是这样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更新到这里 还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小伙伴们呢 也许把这个subscribe点一下 那我们的Instagram呢 也每周会为大家更新 希望大家能来关注 能来点赞 同时我们小红书也会每周保持更新 希望大家能及时点赞关注哦 那我们现在还开到B站 大家都乐火最表态 就能找到我们了 我们的频道呢 争取每周都会更新 不会迟到 下周见 下周见